过去呢中华职棒有不少涉入打假球运运的球员 现在面对的媒体在问的时候 他们都很低调不再多说 不过呢在这批的球员当中 前时报应棒球王子的廖敏雄 他是第一个坦诚错误的球星 而且在2007年接受了统一式邀请 在开训典礼的法治教育课 难得的跟师队球员谈到他的心理路程 廖敏雄对台下的学弟说 我真的很后悔人千万不能做任何错事 我承认自己犯过错了 但是我也会改过